一方面,中国纳入了在金融等领域自主开放的举措,纳入了协定的承诺。 另一方面,中方也按照自身发展的需要,有序地扩大了部分服务业和部分制造业的开放,比如说医院和汽车。 我们相信通过进一步的扩大开放,可以实现高质量的引进来,那么有助于提供更好的这种产品和服务给人民。